现在全台北市有7300多座的变电箱 大多都是设在地上或者是塔柱上面 但是士林有一条小巷子里面出现了一个 卡在民宅中央的空中变电箱 一方面挡住了防火箱 万一失火啊救灾的话没有办法通行 二来支撑变电箱的墙壁超过40年都已经裂开了 附近的人说简直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来到士林这条小巷 一个大型变电箱竟然设在半空中 还卡在两栋民宅中间堵住 防火箱 从这窄窄的消防通道走出来 发现这个大大变电箱就在我的头顶上 设置在半空中不但挡住消防通道 也让民众觉得相当危险 很可怕它是隐形的炸弹 对我们是说真的对它这样军列 我们没办法去预期它什么时候会倒下来 就我们前面住家来讲 我们比较贴近它接近它那么久 我们是最害怕的 不怕一万就只怕万一啊 如果说地震还是什么 就不知道会不会安全 消防通道只有63公分 再卡个变电箱在其中 要是发生火警恐怕阻碍救灾通行 民众逃生困难 不仅如此支撑变电箱的水泥枪 还已经出现军列 让人经过下方洞体性吊胆 早期六十几年之后 就是盖房子的时候建筑师设计就这样放在这边 当初可能规定没有这么严谨 早期没有任何法令规定变电箱的方式范围 所以民国66年建设住宅的时候 才会把变电箱设在半空中 只是经过将近40年的风吹雨打 这空中变电箱恐怕早就不声不合 当初它在失作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说 他们失作的方式是错误的 他们应该有专业的判断 那不应该把他们的责任都推给民众 所以希望说现在已经知道说 是有这种错误的话 就希望他们能够不要一错再错 居民拒绝危险变电箱 但市府和台电却要求居民自行找地迁移 一元痛批搬迁一公尺费用一万元 老旧设计要翻新 怎么会有居民买单 记得李英伟固长台北采访报道